先生曾说 天下心万民安乐 你即便劳碌 心血依旧通达 天下乱 纷争无休 你纵隐山林 难免斩战心境 此次重逢 定属无知命术之力 神游 独行其道 此乃 信仰归返 此乃 纷云三妹 事关虚恒苍生 先生的病 我便不可不管 一致续合 算是拯救先生的唯一希望 诸位 请与我同晚 有诗 只会有便诗 生灭之道 流转恒场 风起 赤风流火 阴阳相合 灵光姐姐 嗯 如果说续合被放在某座工坊里 倒也合理 续合我志在比 果然是你 灵光 你不过是被救人的偏执愿望左右拔了 我 我会做事任何人牺牲 一向一开 虚恒 作为盖亚生成的第一个原着区 也是绝大多数光轨在返回阿英索菲前的中转站 辽阔的土地中蕴含着丰富的矿产 让当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工业发展潜力 并作为卡尔盖最高理事会 完善光轨建设 提供大量工业科技支持 让虚恒表层的土地松动 抢逃在土地深处的云阁石逐渐暴露在外 之中因机缘重启而发生物理参数偏移的矿产 不受控制的向外散播能量 最终 托举着大地浮向空中 化为五座巨大的浮空岛 兼人的虚恒人并未就此放弃 在虚恒政府的带领下 当地修设者组建起了名为四方院的辅助管理机构 在虚恒上空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数据稳定装置 天通引擎 用于稳定空中岛屿的重建起了家园 修筑连接岛屿之间的空中轨道 并对云阁石进行研究 探索出整个盖亚最为前沿的重力以及空间技术 四方院作为天通引擎的管理机构 也同时协入推进当地的发展建设 虚恒发达的重力技术成为了光轨贸易体系运作的 最坚实的后盾 有限出例如天路贸易等商业联盟 让整个虚恒迎来了超越云阁之变前的繁荣与负 以易经为主导的吸引科技不断发展 在设计师的尝试过程中 我们将科技和山水结合构建 形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些城市感觉 同时我们也参考了苏州园林的设计理念 结合现代的建筑中简约几何结构元素 尝试为大家呈现虚恒 虚恒一个富有华夏韵味的清科幻世界 而作为虚恒的起源 地表上的虚恒在经历刚刚聊到的云阁之变 这种天灾之后 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说以什么样的表现 呈现出它的地貌和氛围改变 我们想要解决的是如何去还原 岩石和塞软悬浮于半空中 以及受到重力一些影响 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 或者说改变它的一些运动方式 在寻找这些灵感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风景齐绝的樊镜山 于是我们联系到了樊镜山景区 希望对樊镜山深入考察和参考和了解 光怪陆离的地貌景色 构建出了虚恒地表的风貌 同时我们也将樊镜山 做进了我们的游戏中 在未来版本会大家见面 大家敬请期待 灵光是四方院南岛的代理员 同时也是一位玄湖祭祀的人医 是一位富有母性色彩的大姐姐 大家都知道灵光是朱雀的人格化称谓 因此我们在灵光的装饰 以及全要武力上面 追加了非常多的飘带元素 还有一些灵光定制符合其气质的散热物 还有一些战斗表演的指导 所以这个是融入到我们的战斗设计当中去的 对对对 这一块是的 灵光不仅有双战舞者典雅的流畅柔美 也有武侠中转散抛散的一些果断 灵光是一位初始S级的活属性辅助角色 在战斗中灵光会像一个优雅的武者 在灵活进攻的同时 会通过技能的组合和搭配 为队友和自己提供不同的增益 例如生命值增益增伤和护盾等 总的来说灵光是一位攻守兼备的修正者 那还蛮需要的 像我一样有好的身材和灵活的身段 不客气 但是它的攻击还是非常灵力的感觉 对 它可能会结合灵力和优雅的两种风格的转换吧 还有转换这一说 还有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中二云游小道姑 也会在这次2.0版本中与大家见面 它的全耀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表述一下 它是由十枚刀臂 刀臂造型组成的一个浮游刃 常规状态下是由四枚浮游刃组成的长剑 以六枚浮游刃共同攻击敌人 消灭眼前的敌人 而在爆发状态下 十枚浮游刃会汇聚在一起 同时激向敌人那种感觉 我们在他身上也做了一些中二的尝试 比如在 金屋是一位初始S级火属性的输出角色 他使用天通术 之前可能文安大佬在介绍背景的时候 有说到过跟天通相关的 至于他们到底有什么关联 可能之后就等玩家们可以自己去游戏当中探索一下 他使用天通术 所以他有能力在短期内脱离地面去进行一个灵小的攻击 可能是像阿波罗学习的空中的技术 还有自己的老师 对于他的浮空特性 我们在战斗中希望通过他空中的灵活性 以及范围的优势来体现 像在战斗中金屋可以自由的进入浮空状态 并且释放大范围的剑气攻击 特定的攻击可以为他的全要充能 在充能之后这个全要可以进行增强 对对应的攻击类型进行增强 主步跟各位管理员见面 然后在设计虚恒地区最快的怪物四海形象的时候 我们结合了植物与走售很大的设计方案 将这两个特色进行了融合 在四海原有的黑色造型外 增加了带有植物元素的皮革 内白瓷器外壳附带同质卷云纹的设计 作为包边设计 是四海的领袖 然后呢也可能会和大家去陆续的强化一些 比较早出现的修正者吧 这些修正者可能在环境当中 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比较显得有些弱势 而经历了很多历练和魔力一些修正者 之后我们也会陆续的强化 既然飞进行 请不吝点赞 ol 耀体灯 editing 我发展 反悲 应该 操作 则 作为一个休闲的玩法呢 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与修正者们互动的机会 并且我们会引入一个全新的宿舍等级这样一个系统 能够让管理员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修正者们 在非战斗的环境当中这个日常的环境下 去试怎样一种形象 并且后续我们也会陆续的推进一些更丰富的玩法 比如像日常委托 还有一些小游戏等等 在后宅的成长系统当中 管理员们可以逐步的去解锁主界面的修正者动作和一些台词 那么这个后宅系统的首次上线 主题会是深空置野的一个名叫失序深井的玩法 这个作为极限挑战类的玩法 它会提供目前游戏内最具挑战性的敌人 每个版本我们都会根据当前版本的特性 特征去设计这个开放不同的圆置区和圆层 以及像这样我们首先我们将次挑的选择界面 统一进了一个场景内 去尽可能的让整个战前的准备阶段更流畅 四个量的周期也会从原本的每周刷新改变成每个版本刷新 对于珍宝的内容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改动 在后续的多变量当中我们会加入很多有关于角色特点的一些珍宝 可能会有一些整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实用的珍宝方式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改动来强化我们的角色特色 然后能够让大家在选择不同角色的时候获得比较丰富的体验 作为变量确实是一个大家反馈的面图 在版本当中 越迁将会改为以角色为主体 像越迁的属性会由刻印转移到角色本体上 在2.0版本以后越迁和显性重构就会脱绑 两边会作为一个并行的线 写线重构再也不会是越迁的一个前置条件 对管理员可以装备40级以上的 相当于会对于大家的很多一些特殊能力的修正者的工程度 就是在高性能的手机 玩家也会有很多高性能的手机玩家吗 就是在高性能的手机 比如红魔的8pro上就能够体验到更丝滑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里我们就先卖个关子 去敬请期待我们和手机平台方这个后续的合作吧 其实我已经超迷运的体验了一下 这个120帧的 去把所有的技能描述都重新修订了一遍 并且在未来的版本里会做一个拆分吧 简略版详细版本的拆分方便大家去查阅 目前跟程序深入敌后式的交流和沟通后 他们终于放开了我们的封印 然后这次我们也顺利的把主界面3D化以及成果 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来调整 经过这套流程的调整 至少让我们现在的建模和立会有了一些统一的标准 然后同时为了还原2D的立会精细度 光影 还有红韵 韵 褶皱质感的褶皱质感 我们在3D的面部上面也做了不同的升级提升吧 就是优化眼睛表达了眼睛的一些技术 实现技术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然后我们之前扁平化的眼睛在某些侧身表演的时候 其实很难传达出角色的基础情绪 那我们后面经过不同的不同方案的尝试 最终选择了将眼睛做成一个半 偏弧面化的一种族形 族形表面化的方式 让它呈现出来 然后这个结果 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后的一些战斗演出和PV 能够感受到 所以我们的角色眼神会更加立体 对眼神立体 然后情绪应该也会有相应的表达的增加 然后不定不定水汪汪 既然来到虚恒吧 那我们肯定少不了刚刚说到的换装 那主题肯定是根据我们虚恒的整体风格 然后特色来去制定的 然后战斗中我们也增加了 比如说像哈迪斯 这个鼻鼓我们增加了他的女仆换装 开心吗 女仆穿的武器对不对 对你不是他的全要 其实之前托尔的这个问题上 大家反馈还是比较多的 对在托尔 美术其实是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美术有持续在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的一些技术限制 有一些产能产能问题 所以说我们会将会不断的去把这块东西往外扩充 现在可能哈迪斯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上次 对我们将会在夏日活动中以泳装的方式给大家呈 呈现在玩家面前 你不会 十个黄票是吗 行行十个黄票算你 我们会增加这个自选UP的卡池 然后也会有带有这个手冲重置的这个 我们将开放一个月卡活动 那首次购买这个月卡的玩家呢 可以获得初始进行一个升级 并且新增了召回系统 那么管理员们可以通过邀请之前离开的朋友一起回到 就愿意与大家朝夕相处的女孩 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之后的故事当中展现 大家可以期待一首 之前的故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当中留下的疑点 比方说剃拨山神的真相 或许会在后续版本被逐步揭开 哦 战斗这方面 比如接下来会说到这个谈反这个机制 对我们也在紧锣密布的 对就是希望能够在后续的版本当中和玩家们见面吧 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有很多玩家对于我们三人小队这个特色还是 这当然是有的 但是因为联机这部分对于我们的功课挑战还是比较大 所以其实还在比较初期的阶段 可能需要我们再打磨一段时间才会与大家见面 那也请各位管理员多多见谅 那研究和拓展性的一些功能制作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技能特效变换 因为哈迪斯已经尝试了它的全效变换 那接下去肯定是我们的技能特效的变换 然后特效的一些主体元素 主体表达可能都会做一些进一步的调整和拓展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拍照节面大家近距离观看自己老婆或老公的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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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场景里面 然后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场景嘛 场景这部分也场景的品质其实对于玩家来说 大家比较认可 对我们也感受到玩家也 但是在目前玩法机制下没有得到十床 就是大家看起来周边衍生方面 除了过去的这个亚克利利盘 还有这个徽章之类的青周边之外 我们这次还增加了几个新的品类 还有新的这个冥王系列的手办 这个玩家不是 那个5把这个固定的这个包装 比较大利的他会说 而且这次还想要课系 还有怎么办 那边那边就是 然后我们如果是这种存在的 我们就是最好的 取决定的